哈囉大家好,我是保險大樹小禮 今天呢,在附近開了一個新的店家 所以我一樣是用外送的方式來點 這一家呢,是無家鴨香飯 這個以前在我們家附近其實有開另外一家 那後來不知道為什麼店收了 那現在又有另外一個人來開店 應該是不同人 因為已經隔了很久 好,那這個無家鴨香飯呢 我今天點的是它的一個鴨肉炒飯 看它這個炒飯的功力怎麼樣 那另外呢,我選了一個這個麻辣鴨肉細粉 我來吃吃看它的麻辣 因為之前我記得好像沒有麻辣這個選項 那現在有的話呢,我來吃吃看這個麻辣的口味 來這一份就是它的這個麻辣鴨肉細粉 那細粉我已經放在下面了 那我們可以看到上面有幾塊鴨肉 這個應該是鴨肉丸 那這個湯頭,喔!還真的蠻紅的 等一下來喝喝看 那炒飯的部分的話 這一份炒飯現場點的話是85塊錢 那這一份是80 那外送的話其實它只多了5塊 好,那這個炒飯看起來也是炒的分量也是很飽滿 那有一些鴨肉,那我們來看看吧 它是很簡單的醬油調味 雖然它整個是滿滿的 好像有這樣壓住,但是吃起來還蠻鬆軟的 我覺得這份炒飯算是非常標準 那調味上也沒有夠多的胡椒或什麼的 就是單純的醬油 也不會太鹹 醬油算是調得剛好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這個炒飯裡面鴨肉的份量 我現在還很難說 不過當然是有,也看得到 它就是一些鴨肉絲,我來吃吃看 它這個鴨肉雖然口感上你可能吃不太出來 因為它是已經算是切成絲了 所以口感上比較沒有 可是呢,你有吃到它鴨肉的部分的話 那個鴨肉它那個燻的味道非常明顯 我覺得這個鴨肉算是還蠻夠味的 那至於鴨肉本身怎麼樣 可能剛剛等一下我吃那個麻辣細粉的話 可以再試試看 不過我覺得 光是以這個炒飯來講 本身鴨肉味道真的很讚 來,它的麻辣鴨肉細粉 湯頭我先來喝喝看 喔,真的很紅 哇 我現在還在忍耐 因為它真的真的真的有辣 喔,再喝第二口看看 我覺得它這個辣味真的 也是會燒你的喉嚨 所以你嘴巴本身 其實並沒有感覺那麼辣 可是喝下去的時候 是在喉嚨的地方 你會覺得 那個辣有燒起來 喔 那個整個身體也熱起來 它的鴨肉齁,整個都泡到 然後這個顏色都變了 它這個鴨肉在咬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很明顯的吃到 它那個肉的那個 它本身 熏制那個鴨肉的香味 所以我覺得這家鴨肉是真的讚 那只是你咬一咬 那個香味過了之後 接下來就是它 因為它在這個麻辣湯頭裡面泡酒 接下來就是那個麻辣的味道 就開始跑出來 OK,今天點的這家 無家鴨香飯呢 我個人是還蠻喜歡的 因為 炒飯雖然說是基本的醬油調味 可是它的鴨肉真的香 那炒起來也是 還算鬆散 還算鬆散 所以 這個我覺得還不錯 那當然它有另外出鴨香飯之類的 不過炒飯的部分 雖然稍微貴一點 可是這個 炒飯的水準我覺得還可以 那這個麻辣細粉 這個鴨肉細粉的話 鴨肉本身就不用講了 那它的麻辣味道真的是 很 很 單純傳統的麻辣鍋的味道 所以 這個我也蠻推薦的 我還蠻能接受這個麻辣味的 雖然現在喉嚨還有點燒 可是 並不會一直回嗆 所以它沒有辣到時候 會讓你一直嗆到這樣子 像 前面那一家我就會一直回嗆 所以這個還OK 不過我現在開始有點流鼻水 好 所以這個麻辣也好吃 這個炒飯也不錯 那推薦給大家 這個就是今天這個 新的店家 無家鴨香飯 給大家參考看看囉 掰掰